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APS7.AI的联合创始和CEO 也是APS6的PMC主席 同时我也是APA7基金会的member 以及APA7孵化器的PMC 我是从2015年的时候开始去在中国去做开源社区 然后逐步的从做开源社区转到去给开源项目去贡献代码 然后呢再创办APS6把APS6捐给APA7基金会 然后呢再更多去参与APA7基金会的一些其他项目 比如说也是skywalking的committer等等这样子 所以呢我和开源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经验 然后APS6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 由我们公司捐赠给α7基金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们用了七个月的时间 就从APA7主人基金会的复化期毕业成为了顶级项目 速度会非常的快 对于不熟悉APS6的同学来说呢 你可以简单的把APS6认为是一个云原生的新一代的API网关 比如说如果你把APS6和NGX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负载 均衡的软件来相比的话呢 它会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 最大的不同呢就是APS6里面所有的功能 它全都是动态和热加载的 比如说我们的路由 SSL的证书 上游 插件等等这些 在流量处理上非常基础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我们都是热加载的 比如说你如果之前是使用NGX 那么你应该非常熟悉NGX的配置文件 在NGX里面呢 我修改了配置文件之后是需要reload服务的 那么每一次reload 其实都会断开客户端的连接 让客户端呢 可能会有非常不好的这种体验 那么在APS6里面 所有的功能全是动态的 我们通过REST4的API 可以控制APS6的所有行为 APS6呢 现在内置了50多个插件 基本上覆盖了从身份认证 线流线素 然后再到安全 以及可观资性等等 这样的非常多的这种插件 基本上可以做到了开箱即用 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用户的这样的一些需求 APS6呢可以处理几乎 所有常见的四层和七层的流量 KBIS Ingress Controller的这样的开源项目 你可以用它去处理 KBIS的流量入口 同时呢在最近呢 APS6也开源了自己的 Service Mesh的解决方案 你可以配合Eastio和APS6 去做一个非常轻量的 但是功能也非常丰富的 这样的一个浮网格的方案 从这些介绍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APS6其实它的目标 不只是做一个AP网关 我们更希望使用APS6 去处理用户关键的 四层和七层的业务流量 而网关 Ingress和Mesh 只是我们去达到我们的目的 帮助企业去处理流量的 这样的手段之一 这个是APS6大概的一个技术架构 在最左侧 我们叫做Data Plane 也就是DP 在最右侧呢 是空的平面 从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APS6整个的架构 会非常的简洁 我们只依赖了一个外部组件 也就是ETCD 我们把所有的配置 和这种配置的分发 都依赖ETCD去完成 然后呢 在我们的数据平面 只有一个进程 也就是APS6 中端的请求通过APS6的处理之后呢 会分发给我们内部的服务 或者是合作伙伴的服务 或者是调用公有云的这种SaaS 这类的服务 在APS6内部 我们使用可插拔的这种插件机制 去处理认证 安全 日志 以及你可以自己去写插件 来自定义这样的一些APS6的一些处理的逻辑和行为 APS6在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呢 可以把Metrics Login 以及我们的Tracing的数据 传给后端的一些可观测性的组件 比如说Skywalking 比如说普洛米修斯 那么这些东西处理完之后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Dashboard上面去展示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网关 不仅去做传统的返向代理 复载均衡这样的事情 也可以去非常方便的去做安全 可观测性 以及和我们更多的共偶云的服务去做一个对接 APS6其实会非常的年轻 它从2019年4月份写下第一行代码 到现在也就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呢 APS6在全球已经有非常多的用户在使用了 比如说在美国的NASA 美国的航空航天局 在欧洲的欧盟的数字工厂 在中国呢 APS6用户就会更加多一些 比如说当你去刷微博 当你去买奶茶 然后当你去买机票的时候 其实后面运行的都是APS6 APS6呢 已经为中国非常多的互联网公司 去处理他们关键的业务流量 而且都是一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公司 说完了开源项目的一个简单介绍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APS6是怎么做商业化的 APS6的商业公司呢 叫做APS7.AI 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呢 APS7是基于APS6来完成的 这是一家开源商业化的公司 我们在去年一年里面融资了数千万美金 我们的投资方包括真格 真诚 顺为和经纬 这些都是在中国非常头部的一些美元基金 和非常多的软件公司不太一样的是 APS7的员工都是通过远程来办公的 这不仅和疫情有关系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的员工都是通过开源社区的这种方式 招募过来的 我们的员工其实大部分都是Apache的committer 他们的日常工作里面呢 其实不只会给APS6贡献代码 他们也会给Skywalking 给NJX 给OpenRacity 然后给ChaosMesh等等 接近十个的开源项目去贡献代码 另外我们在我们的商业版本 或者在我们的开源版本里面 都会用到非常多的开源项目 我们不仅是一个使用者 我们也是一个贡献者 我们更是基于开源项目的一家商业化公司 APS7现在的员工呢 分布在全球的三个国家 然后12个不同的城市 这个呢 就给工程师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他们其实再也不用去 在通勤上花非常多的时间 大家可以在家办公 或者是就近找一个 类似于共享办公区 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办公 会节省非常多的时间 同时呢 你的时间也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你可以在自己 没有精神的时候呢 去选择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 然后在自己高校的时间 去完成你的整个的工作的任务 对 然后我们的员工 有些甚至在一边旅游 然后一边在 背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在全国各个城市去跑 所以会给你的工作带来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对 然后除此之外呢 对于基础的开源软件来说 我们并不追求工作的时间 因为你要知道 当我们已经站在全球技术的前端的时候 这个时候 加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我们需要的是有创造性 有灵感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非常高效的工作 而不是通过时间 去拼凑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应用 对 所以对于工程师来说 开源的商业化公司 特别是基础的开源商业化公司 是对有技术追求的工程师 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们也在继续的招募各种人才 包括marketing的 然后包括community 以及我们在OpenRoyce 在NX 在GoLang上面的工程师 我们都在招募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APS6 或者对于我们APS7的商业公司感兴趣 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联系到我 然后我的邮箱呢 就是我们在第一页看到的 Winme at Appa 7.org 然后呢 我们回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APS6的开源项目是怎么做的 这个是大家会经常去问到我的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APS6 只用了7个月的时间 就从APS7的浮化器毕业成为了一个顶级项目 那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秘诀呢 其实这个方法呢会非常的简单 他们做的 我们做的其实都是一些 非常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认同APS7的文化 也就是APPA区位 Community over code 社区要大于代码 其实对于工程师出身的很多人来说呢 意识到社区大于代码 是一件没有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于工程师来说呢 大家都知道Linux 就是Linux 这个项目的作者 Linux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那么在做社区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除了要修code之外 我们更要去Talk 我们要把自己的code能够讲出来 能够步道 能够吸引更多的贡献者和开发者进来 那么这样你的社区才是一个健康的社区 APS6就是遵循这APA区位 所以才能够非常快速的去成长 非常快速的时间去毕业 具体来说呢 首先我们是每个月发布了 一个apache的release 一个apache的release呢 其实是非常难的 特别是对于第一次apacherelease 因为你需要扫清你代码 以及你文档里面的 所有的知识产权的部分 你要把这些东西都厘清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APS6呢 在进入incubator 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就发了第一个apacherelease 我们当时呢 其实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去学习其他apache顶级项目 是怎么做的 然后他们的license是怎么写的 然后他们的check是怎么做的 他们的release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都学了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呢 其实全都是公开的 因为这些东西全都在邮件列表里面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话题 就是APS6的讨论 我们都是通过gethub和邮件列表 这样公开的去讨论的 这样呢 不仅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让后来者 能够看到你是怎么去做的 这样会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借鉴的意义 和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同时呢 APS6也会以开发者为中心 以社区为中心 比如说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次meetup 在中国呢 我们是中国的大城市 北上广深 衡都等等 杭州这样的城市 我们每个月跑一趟 也就是半年会巡回一次 在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线上的meetup 和开发者走得非常近的 一个好处是 你能够快速的得知 开发者是怎么 需求是什么样子的 他认为你现在有哪些东西 是不足的 因为你在gethub上 在通过IAM 通过油电力表来交流的时候 这种是丢失了我们的面部表情 也丢失了我们的肢体语言 对 那么在我们面对面做meetup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能聊得更加的透视 这对于一个开门项目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会给予开发者 快速的反馈和committer的权限 APS6在发展的时候呢 他每个月都会选举几位新的committer 我们会把这个门槛降的非常的低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 信任和给贡献者快速的反馈 是我们最重要的 因为你赢得了开发者 赢得了贡献者 你的项目才能得到更加快速的一个发展 这就引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项目的创始人要怎么做 因为到我们把APS6捐给了APS6 这个项目的知识产权已经不属于我的商业公司了 但是对于创始人来说呢 他自己会有一些情节 因为这个名的代码大部分都是我写的 但是在这个的在APS6基金会里面呢 他其实已经并没有什么主要贡献者 次要贡献者 大家都是平等 所以呢项目的创始人要主动的后退一步 要认识到贡献者的多元化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呢要放权不要独裁 这对于一些在东方文化里面 其实是比较难做到的 但是我很开心的是APS6做到这一点 这个是在2020年去统计的一个列表 在中国所有开源项目里面 大家知道是GitHub上面所有的开源项目 由中国开发的开源的开源项目 可能有非常多 可能几十万上百万的开源项目 在Top50里面APS6是占第22位的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列表 其实APS6是在里面最年轻的一个项目 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快呢 其实就得益于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些点 我们会对于开发者 对于社区的重视程度 是远超其他的项目的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邮件列表 我们的GitHub的issue和PR 在最开始的两年 我们的商业公司的CEO和CTO是专门自己每个都要看 这对于我们能够快速的和贡献者和开发者之间的沟通会非常的有用 然后说到贡献者呢 这个曲线其实就可以印证APS6的成长过程 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呢APS6进入APS6基金会的时候 我们就只有20个contributor 但是到了现在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APS6就已经有了260个contributor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呢 我们增长了超过10倍 很多的开源项目呢会用STAR数 就是GitHub的关注数 去判断一个开源项目是否成功 但是对于 这一个真的以开源社区 以开发者为中心的开源项目来说呢 它的STAR数其实是并没有太多意义的 STAR数代表的更多的意义是 这个项目的marketing 做的会比较的成功 但是有没有真的开发者去把这个项目用起来 并且反馈给上游 STAR数是完全体现不了的 这个时候contributor的数量 是没有办法去造假的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开发者 把它的代码贡献给了上游 所以我更推荐大家去使用贡献者的这个数据 而不是STAR数 去评估一个开源项目的流行和健康的程度 因为这个数据没有办法造假 或者说它造假的成本会非常的高 而且你可以通过这种历史的曲线去观测 它的贡献者的一个增长 其实绝大部分的开源商业化公司 比如说像Kalin 像Fontluent 这样的一些商业公司 他们都是从阿帕奇的顶级项目 变成了这样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公司 他们一般的路径都是这样子的 大公司的一个团队 把这个项目捐给了阿帕奇的基金会 然后从基金会毕业 大家觉得这个项目还不错 有商业化的可能性 然后这些人就融资 融资成功之后 再出来成立商业公司 再搭建自己的团队 然后再逐步的去做商业化 这几乎是全球所有捐给基金会的开源项目的一个路径 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样子其实是最稳的一个步骤 中间没有任何的风险 比如说我这个项目就算捐给基金会毕业了 但是它没有商业化的机会 我依然可以在大公司待着 或者是我没有融资成功 那么我就可以不用成立公司 我还在原来的团队待着 其实是一个非常稳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那么对于APS7而言呢 其实我们选了一个 至少是现在看来 我们是唯一一家这样的公司 我们先成立了公司 然后再写第一行代码 然后再把项目捐给阿帕奇基金会 再从基金会毕业 然后再融资 搭建团队开始商用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道路 中间它的失败的几率会非常的高 比如说我们成立了公司 但是阿帕奇基金会不接我们的项目 或者说我们没有顺利的毕业 或者说我们没有融到钱 那中间的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那么整个公司可能就会垮掉 对 但是它的好处之一呢 是说我的风险都是在前期 我通过我的 community 我的developer的验证之后 我的整个的基础会非常的扎实 我后面开始做我的商业化 做我的开源项目的 这样的一些增值的服务 就会非常的顺利成长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 开源的商业模式 这个呢也是经常大家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其实一句话来说呢 开源只是一个手段 它不是一个目的 很多的项目 它的开源如果只是为了开源 开源只是它的kpi的话 那么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 一般来说呢 一个开源项目有两种这样的一个 开源的一个方式 第一种就是我的代码开源 但是控制权依然在商业公司手上 这个时候呢就像 就像MangoDB 像Electric Search一样 它可以随时的由商业公司来修改我的license的协议 我随时可以让我的用户 就没有办法再使用我的下一个版本 对 然后呢还有一种呢 是捐给类似于Apache 类似于Linux CNCF这样的软件基金会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的知识产约会非常的清晰 而且我的license永久没有办法修改 会更加的可信 像API 6呢 就属于后者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更加能让企业用户信任我们的这样一个途径 盈利模式呢 其实基本上所有的kpi商业公司都是一样 就是从商业支持 到企业级产品 再到SaaS 一般是这三类 不同的公司呢会有不同的侧重 并没有说SaaS就一定比企业产品好 这样的一个说法 然后中国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公司都在做开源 但是我觉得需要和大家聊的就是 开源它其实不是一个银带 不是说我的这个东西只要做了开源 我就一定能成功 就像我们最开始提到的开源是手段 而不是目的 对于我而言呢 其实基础的组件更适合开源 比如说像数据库 像消息中间键 像API网关 他们更适合开源 但是像前端的一些组件呢 开源之后 其实它的门槛也并没有那么高 而且也更加去 更加难的去做商业化 基础组件适合开源呢 关键是因为在云元医生时代 在大家的这种对于开源项目 对于基础组件依赖越来越多的这个时代 如果你不是一个开源的项目就很难赢得企业用户的一个信任 这个是关键 而不是说我的开源项目的质量就一定比我的币源商业公司的代码质量高 关键是你怎么去赢得用户的一个信任 然后呢我们这里再来回顾一下 API6是怎么从零到一后继波发的去做 其实这个不止对于API6 几乎对于所有的开源项目都是一样的 它在前期都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积累过程 这个积累过程短的是三年 长的是五到六年的一个时间 而且我们在前面都需要非常大量的用户的一个打磨 好的开源项目不是被设计出来的 不是对不是被非常多技术很牛的人用很好的技术 很好的代码写出来的 所有好的开源项目都是被打磨出来的 都是通过快速的迭代而被不停的重构出来的 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用户的案例 比如说API6在2019年4月份开源 在6月份开源 然后呢我们在7月份就贝壳找房就使用了API6 然后在同年的9月份 我们就有了中国航线这个付费用户 这个速度其实会非常的快 然后在10月份呢 我们就进入Apaq复换器 有20个contributor 然后2020年7月的时候呢 欧盟数字工厂也是我们的用户 然后在同样的这个月呢 我们也成为Apaq的点滴项目 我们有100个contributor 在现在呢也就是2020年的7月 基本上中国非常多的互联网公司都在使用API6 我们知道的就好几百家 不知道的可能会更多 我们现在有了260位的通知表层 比一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增长了1.5倍 这些快速的增长呢 我相信在明年也就是2020 2022年的时候 我们再去看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会更加的让人惊叹 就是开源的这种模式 以社区为中心 以开发者为中心 快速迭代的这种方式 会颠覆掉我们所认知的所有的这种 传统软件的销售 以及去获客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程度 我相信在明年大家回顾的时候 我们会取得更加快的这样的一个进展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微信的联系方式 欢迎大家和我去探讨关于API6 关于网关 关于流量 关于开源和声音化的话题 多谢大家 感谢大家